函数Column跟Rove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啦 不过这些函数如果你不会用出 真的很多工作你真的是做不出来 而且你这个我想你很多事情 应该就图法列刚刚永远做不完 OK 另外的话呢再利用Index 那后面的话我们可以用Find或者是Mid 来把那个前面的部分给删掉 所以第一个步骤的解答在这里 第二个步骤的解答在这里 所以你如果说做不出来 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上面的公司拿去参考 OK 那另外的话呢 那个我们教学论坛也是一样 OK 这里面的资料应该都会在啦 那所以呢回去的话 像我上个礼拜好像忘了贴 我自己已经弄好 就忘了贴上来好像没有同学提醒我 所以我刚刚才把它贴上 OK 所以上个礼拜的影片在这里 OK 然后 所以回去的话你也没 假设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再把它稍微复习 那上个礼拜讲的其实相对比较困难一点 尤其是那个什么呢 从那个网路上下载资料这个部分 那其实当然很复杂啦 不过相对我是觉得哦 是还蛮好用的 因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可以快速的把网路资料 你每天都要的资料 可以快速的把它变以sale 可以快速的再做后续 你要的一个资料结果的话 无序的被有序样 而且是外户资料的话 那当然哦 你会发现一键就完成了 那不过后面的事情就更 更 更简单了 OK 所以后面的话我回去哦 又整理了一篇那个部落格文 有关那个扒曲的资料 所以回去的话 也许可以看这一篇 我大概有讲一下 大概分成几个步骤 哦 其实照着做就可以 反正呢 我们主要是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网页上面哦 总共会有57个配置 像这个大乐透 它里面就57个配置 不过这是网页里面的哦 OK 如果说像以前 你如果像这个57页 你要把这57页 全部都下载的话 那当然非常花时间 而且其实你如果 每天 或者每一段时间 又要再来一次 那你不是太浪费时间 那假如说我们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 可以把它第一步啦 我们前面有讲过 第一步你可以什么 先录制一个聚集 主要是把那个什么 从Web的那个功能 抓资料 先把它下载 不过特别注意哦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的重点 就是说 你不是 只是会录日聚集哦 你 最重要的哦 其实应该是下一个阶段 就是你还要能够修改那个VBA 其实VBA就是录下来的那个 聚集里面的VBA程式 然后呢 再 把它那个功能哦 加上比如说呢 我们还加上 因为它每一页都会有日期列 所以要把它删掉 然后呢 它里面的位 日期的位置不对 所以要把它复制到上面去 另外呢 还要把多一个列删掉 OK 那并且呢 再把什么 把那个本来六个号码把它剖开来 我们用一个VBA里面一个Sprint的一个方法 那你这样很快就可以把日期加上七个号码 总共有八个栏位呢 很快就做完 做完你就可以统计出到底一到四十九号哪一个号码出现的几率最高 OK 所以其实这个算是非常有效率就可以把大 历年来大乐透的开奖号码哦 我记得好像大概快两两千期的资料吧 可以马上统计出来 那同样类似的方式哦 我建议各位可以再找一些相关的案例哦 去做练习 那慢慢我想你会越来越有feel的啊 因为你说真的没有人没事想要多花时间在处理资料上面 尽量就越快越好 OK哦 那刚刚做的就一到三十二之后的话 对吧 再把这个公式剪下 然后再用什么 用那个 index函数 把它放到哪里呢 这个范围是B2 Ctrl Shift向下 这个范围 当然我也建议你刚刚用第一名称也可以啦 然后F4先把它锁起来 这个刚刚的公式贴在这里 蓝的话因为只有一蓝 所以一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里面的资料把它分成四蓝 然后呢 最后这四蓝的话呢 把它快速的分开来 可是呢 我们多一些资料 什么资料呢 冒号前面的这些资料都不要 诶 所以怎么做 啊 当然呢 几个方法啦 要不然就是可以用 像那个之前有讲过像什么 资料里面有开资料剖析嘛 不过资料剖析之前因为里面是公式 所以你可能要复制贴 贴上之后还要只有直 就是把它变成什么 只有直的状态才有办法剖析 不过你剖析你还要怎么 还要剖开来 而且可能要分开来剖 有点麻烦 那如果你不要资料剖析 你也可以试试看 资料剖析我许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如果不是要这样做的话 怎么做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 因为刚好我刚讲过 它这个栏位名称的长度 刚好就是这上面的前面几个字的长度 那冒号一个字 所以这个的长度加一个字加两个字 加两个字其实就是我们要的资料的开头 所以有个方法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MID函数 你MID函数怎么做呢 一先把这个公式先剪下来 不包含等号 二的话呢你可以插入函数 用再利用什么 用那个文字里面的MID 或者你直接找那个MID OK 那你想说MID怎么做 跟各位讲一下 一你把那个TES 就是把刚刚的公式贴到哪里呢 贴到TES上面 就是这些字 OK 那从哪个字开始呢 从它这个的长度 所以 STAR NUMBER 这个用什么LEN 这个前面我们讲过了 刮弧 哪一个 就是D1的这个储存格 算出来是4 但是呢我要从第几个呢 其实应该是1234 冒号5 第六个所以应该加多少呢 加2嘛 OK 从他的什么呢 从第四个字 第五个字 从第六个字开始 好 那我要几个字 最后一个问题说 诶 那请问一下你要几个字啊 那我可能要算1234 有没有 然后呢 8个再加6 诶 所以10个字 可是问题呢 其实如果等下你输入10 你是用眼睛看的不对 因为后面呢 其实还有不一样的长度 那怎么办 提交各一个方法 直接输入99就可以了 诶 为什么直接输入99 啊 道理哦 其实主要是因为哦 因为呢 我后面 刚好他要的资料 刚好是在后面 不是在中间哦 因为后面的资料 是我全部都要的 所以全部都要 那我干脆输入一个 大于那个长度的一个数字 那只要大于他 他就自动把后面全部都抓 如果不足他就 就是等于到那边为止就对了 OK哦 就好像你去吃吃饭一样 哦 比如吃完饭一百块 那你直接放一千块 人可以走了 为什么 老板应该也不会把你再找回来 因为不用找了 对哦 OK意思是这样 但是你不能给他十块钱 你就走了 他一定会把你追回来 说哎 先生你少给我了 对哦 一道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 这个也是我突然想出来 我灵气一通 对 因为我本来一直想说到底要几个字 后来我发现哦 不用 直接给个最大就好了 还发现 这样子反而更简单 哦 有时候当然一个公式哦 我发现有些人就很容易钻牛角尖 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要钻 就是有些东西你不用去想 反正用一个大于他的就OK了 哦 当然哦 有的时候公式每个人想到的都不一样哦 像这一题哦 你们也可以去参考我们那个参考书啊 你们有发那本 这个三二六就三个那本书的三二六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解答跟我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我用我自己的方法 我觉得他写的太啰嗦了 我不太喜欢他那种解法哇 虽然写的是很面面俱到 可是他用的函数我觉得太复杂了 OK 所以我用这个方法应该是最简单的 当然你每个月想想看有没有更简单的 那本来函数就不是要让你越用越复杂 而是把问题越简单化 当然你解决的话 当然自己解也比较清爽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他应该就OK了 但问题哦 向右填满的话 他应该是OK 可是向下填满了他应该就会不OK 为什么呢 诶 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D1 对不对 OK 那个D1呢为什么不OK 你会发现向右拉的时候 D1 变E1 OK F1 OK G1 OK 可是我向下拉的时候怎么样 那他E就变2 诶 不对啊 应该D1 E永远是要E 因为我的那个蓝位名称一定要维持在D1列 所以特别至于哦 D1的话哦 一定要锁一个地方 锁哪里呢 不要让它动一个地方 列嘛 对不对哦 诶 那蓝的能不能锁吗 蓝不能锁 因为蓝如果你锁的话 你向右拉 他就还是D的话 那变成四个字 有没有 就不对了 这两个字两个字嘛 OK哦 所以特别至于哦 最后记得哦 D1的这个哦 前面记得把它锁一个前的符号 好 这样的话呢 理论上应该就大功告成了 按确定 向右拉 再向下拉 OK哦 那再把它什么 四个栏位选起来 快点两下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资料哦 哎就做出来了 OK哦 那当然呢 这个方法哦 是不是可以用其他方式更快的方法来做了 而且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哦 哎 这边的话拖拉一下 结果哦 把它改成VBA 拖拉加Ctrl鍵就复制嘛 哎 如果我今天希望哦 把这边的公式哦 改一下 用VBA来写 哎 要怎么写 其实VBA 到底差不多 反正你给它一个范围 要不 不就是怎么样 跟它讲说 For I等于第二列到第三三列的这个 然后一个一个的帮我放过来 要不就是说呢 你跟它讲说 这个就是我要的范围 一个一个的帮我把这个东西放过来 哎 好 那逻辑上差不多 但是你写法就不一样 哪个方法比较简单 你就用那种方法来写 哎 所以VBA怎么写哦 也许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刚刚我们 用了几个哦 特别是哦 MID 加上LEN OK 然后呢 最重要是这个要锁起来 好 那做完之后呢 再想想看 利用什么 利用VBA写写看 看有没有办法写出来哦 如果 可以顺利写出来 那表示你真的 VBA功力应该已经慢慢提升了 OK 所以 那以我们这一班 因为我们这一次只有十次上课哦 就是这样 你要在这两个多月里面哦 快速的把VBA学好 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不过也不是不可能 需要一点时间 真的像这种课程哦 像这 这些要把它学好哦 最重要除了你要知道之外 一定要实做了 而且要花非常多时间哦 我发现学好的同学大部分都是回去 都花很多时间去想 然后呢 找问题 把所学的东西哦 融入到那个问题当中 哦 也把问题解决了 哇 那你当然自然就学会了 其实我是觉得 没有 不需要背太多东西 最重要是你要懂得 如何应用那个哦 VBA里面的回圈 还有逻辑判断 有没有 回圈其实就重复嘛 那逻辑做什么 OK 然后呢 再把 顶多就是加上 Sales 物件 跟Range 物件 把哪一个储存格 放在另外一个储存格里面 或者前面我们有讲过 删除 列 Rose 物件 Column Column 物件 其实这些 如果你可以 把它巧妙的搭配哦 其实大部分的工作 应该 都足复使用 OK 所以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把那个 刚刚讲的 这个部分 先试着完成 我其实只有用MID 加LEN 但是你也可以用其他啦 你可以用Find函数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Find Find Find那个冒号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只是我觉得 Find那个冒号 好像不如用LEN 因为上面已经有栏文名称 除非说上面没有栏文名称 只有冒号 那你可能就用Find Find那个冒号 所以其实这一个概念跟前面那个刮壶 我们有一个有一个范例是找那个刮壶的那个位置 其实到底是相近的 OK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把 一个 无序的资料 或者是说里面有一些你不要的资料 可以快速的把它们通通去掉 留下你要的部分 那 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常常遇到的 那有 就是主要是用一些函数 可以快速的把它完成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不用函数 我只要用VBA来写的话 那要该怎么写 这里我想请各位 试试看